第878章 九黎入世 炎月玄天族 圣城神山 这座被三圣城环绕的神山 此刻传出轰鸣声响 伴随着金光闪耀 远远看去 神山之光汇聚山间 最终形成一道光束 冲向天幕 天幕轰轰 掀起层层涟漪 波及苍穹 无边无际 而随着涟漪的蔓延 八方虚空都被这金色的光映照得璀璨夺目 更有阵阵传颂的波动 也在四周升腾 察觉这一幕后 很快一道道身影 从神山周围的三座圣城内 各自升空 遥望苍穹 身影之多 密密麻麻 不下百万 这些大都是炎月 以及其附属族群中 并未参与大狩猎的修士 里面有很多是各祖老一辈强者 还有不少 是身边有相关之修进入山海大狱 所以在此等候 如今眼看神山波动强烈 他们纷纷瞩目苍穹 想要看看接下来回归的修士中 与自身相关或看重者 是否取得了不错的坐骑 第二环节 要结束了 这一次 若无意外 必定是炎玄子获得的坐骑 镇压八方 还有那集冬子 作为炎月第二序列 想来收获的坐骑也是不俗 不知有没有出人意料的黑马出现 还有那人族许青 不清楚收获如何 许青 他虽也是天骄 可第一环节第一 那是因我言 月本族大天骄没去在意罢了 于这第二环节里 我断定这许青若没死 那么也必定已经知晓 什么叫做差距 阵阵议论之声 从三城升空的人群内 嗡嗡传出 他们显然对于山海大域内发生的事情 毫不知情 毕竟山海大域的隔绝存在 如封锁一般 隔绝所有 于是对于这些等待者来说 接下来的一切 都是未知 也正是未知 所以好奇以及期待更多 就这样 时间流逝 半个时辰后 当来自神山的光束越发璀璨 天地之间的轰鸣达到极致 传送波动剧烈翻腾时 一声开天辟地的声响后 天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轰隆隆的转动间 其内有修饰被传送归来的身影 若隐若现 来自三座圣城百万观望者的目光 也飞快地汇聚过来 在这数不清的目光里 可见天幕漩涡中 差不多有数千道身影 飞速从模糊变得清晰 直至完全显露后 可以看到它们一个个面色苍白 有的神情满是落寞 有的残留亥然 有的带着劫后余生之意 各自不同 可相同的 是它们在这第二环节 都是一无所获 没有收服任何作祭 而作为第一批被传送出来者 它们无法擅自离去 唯有等神山传送彻底结束后 才可离开这里 按照以往的传送规矩 越是先被传送出来的 越是收获很小 而最后被传送出来的那一批 才是中修之手 不过这一次山海大域的失败者 数量还不少 这些失败者 在四周的观望之修心中 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所以大都只是一扫而已 并未去过于关注 于是 也就没有人注意到 其中一个失败传送归来的修士 在现身后 目中有蓝芒一闪 接着隐匿起来 神情摆出落寞的样子 随众人一起散在四周 小师弟那里 怎么在山海大域内 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修士正是二牛 因这几个月他都是处于逃命 以及被追杀之中 所以对于外界的事情几乎没太多了解 不过他扫过四周 发现许青不在后 心底也有了一些的意 小师弟没来找我 也没有第一批就被传送出来 看来是有收获啊 这样更好 没有对比也就无法凸显我身为大师兄的优秀 二牛感慨 脑海浮现自己把山吃蛋放在许青面前 许青满脸震撼感动的画面 哎 好羡慕小阿青 这是什么运气 居然有我这样的大师兄给他兜底 那么他感动之余 把所有的赤母血肉拿出来给我 也是应有之事了 二牛舔了舔嘴唇 心底越发期待 索性拿出一个桃子 得意地啃了一口 他惦记许青那份赤母血肉 已经很久很久了 平日里他找不到借口去要 可这一次 他觉得自己机会来了 就这样 时间流逝 随着神山的爆发 一道道身影陆续在天幕漩涡中被传送归来 他们有的选择隐匿作技 并未露出 有的则是展现在外 引起一定程度的热议 一时之间 来自三成的目光与议论 此起彼伏 云涛族的陈灵子 他竟收服了一只山雀 不简单 还有那念灵族的骤仙 看其四周漂浮之影 他收获得居然是诡异一类 有点不对 这些被传送出来者 怎么表情都有些奇异 在这议论中 很快就有人看出了端倪 这些有收获的归来者 在身影被传送出来后 竟没有离开 而是纷纷望向天幕漩涡 神情内带着一些复杂 似乎在等待以及确定着什么 这就让观望者纷纷诧异 有幸问询 但天幕的传送阵法持续开启 没有结束 无法传音 需要等阵法结束才可正常 于是各自凝望中 天幕漩涡内传送归来的身影 越来越多 显露出的座迹 也明显的越来越强 直至 有两道众人所熟悉的身影 在漩涡内显露出来 那是拓石山以及凡世双 这二人的出现 立刻就引起了全部的目光汇聚 拓石山那边 赫然坐在一尊巨猿身上 死猿浑身散着黑气 猙獰无比 气势惊人 至于凡世双 其面色苍白 神情带着复杂 身后跟随的 也是巨猿 是排名在鬼车之后的魔猿 这拓石山 竟将魔猿收服 对他来说 这收获足够 可凡世双怎么也是魔猿 按照他们两位的排名 我本以为凡世双的坐骑 应该是鬼车 在这众人的议论中 拓石山与凡世双 二人相互看了眼 各自沉默 随后与其他传送出来之人一样 转身望向漩涡 这一幕 彻底地引起了一众观望者的波澜 各自心中升起了疑惑 几乎所有人 都是看向漩涡 他们在等待什么 二牛那里也是心脏加速跳动 升起一股不好的感觉之时 天幕漩涡传来轰鸣 有一道身影 在内从模糊飞速清晰 脉步走出的一刻 所有目光纷纷汇聚 天莫子 他身后的坐骑 那是鬼车 走来之人 正是天莫子 他神色聪容 出现之后 并未看向四方 而是于一旁面向漩涡 神情肃然 紧接着 天幕漩涡轰鸣再起 这一次要比天莫子出来时更剧烈 直至严玄子的身影 从内走出 其背后一头好似烈焰中诞生的凶兽 散出滔天威压 正是排名在鬼车之上 列位第二的山痴 出现的一刻 严玄子面色阴沉 神情带着杀意 猛地看向四方 目光从天幕上 所有人身上一一扫过 似在寻找 队长那里眨了眨眼 他相信自己的隐秘 所以任由严玄子目光 在自己身上扫过 只是 他心底的不安 随着严玄子的出现 越发强烈了 小师弟还没出来 除非他没了 不然的话 能在山痴之后才被传送出来 这 队长这里心底有所猜测 且被自己的猜测震道时 严玄子带着山痴外传的一幕 立刻引起了所有观望者的轰动 山痴 看来这些第二环节的参与者 所等待的就是严玄子了 具备山痴 那便是此环节的第一 不过 怎么没看到吉冬子 而且 传送居然没有结束 你们看 漩涡还在转动 不对 你们注意这些参与者 除了严玄子外 其他人大都还是凝望漩涡 似还在等待 圣城的众人 纷纷察觉异常 一个个内心也都震动起来 而天幕上 严玄子也看出了端倪 注意到身边众人都在凝望漩涡 于是眉头皱起 转头望去 天幕的漩涡 此刻传来惊天动地之声 轰隆隆的转动中 竟渐渐给人一种艰难之感 似乎 有一尊无比庞大的存在 借助这传送漩涡之力 正在到来 而其身躯太大 所以这传送有些艰难 直至一缕缕灰色的雾气 带着荒谷的沧桑 从这漩涡中被牵引出来 缭绕八方 形成了漫天的威压 瞬息间 三圣城内所有 炎月本族的观望者 心神翻腾大浪 他们 感受到了血脉的波动 尤其是炎月本族中的那些强者 更是目中凝重 有不少骚然飞起 感知那些挥物 神情露出无法置信 这是 在这万众瞩目下 在这血脉波动 扩散八方的一刻 天幕的漩涡内 有一道身影 终显露出来 长发飘舞 一步步 走到人间 漩涡外 所有被收服的坐骑凶兽 都瞬间发出哀嚎 一头头立刻匍匐 天幕子神情激动 大声开口 天幕子 恭迎我炎月未来大玄天 凯旋而归 威震八方 战无不胜 说完 他功身一败 队长那里 此刻眼睛睁大 手里的桃子 也都差点掉了下来 呆呆地望着漩涡内 越来越清晰的手吸身影 内心情绪无法控制的翻腾 难难低语 真特么能装逼 第879章神灵的默许 神山三城之上 苍穹波澜无尽 漩涡轰隆之声 伴随着一道道外散的闪电 形成天地异象 此声回到四方 震撼此地众修心神 尤其是血脉的波动 在这一刻也随雷声的炸裂 变得强烈起来 所有的炎月本足修士 气血翻腾 神情顺变 至于那些附属族群 虽没有感受血脉之影 但眼看炎月本足修士的气息波动 各自都升起惊疑之意 而天墨上 不仅天墨子在躬身膜拜 一旁的凡是霜 竟也低头去拜 更是随着漩涡内身影走来 大半的第二环节参与者 都本能的低下头 拓石山也好 其他天骄也罢 都是如此 就算是炎玄子 也都神色出现变化 向着漩涡看去 至于二牛 眼看四周这般 他心里叹了口气 生起一些酸酸之感的同时 也有一些不可思议 这一幕 也让三成众修震撼不已 也立刻就明白 苍穹上这些参与者出来后 等待的 就是如今漩涡内走来之人 于是纷纷凝望 在这万众瞩目下 漩涡的转动 似乎也都缓慢下来 其内的身影脉步间 越来越清晰 会晤 也随之如海一般翻腾 波及虚无 蔓延天地 其内蕴含的荒谷之意 掀起大风 引动天地色变 更因来自八方的血脉牵引 使得会晤内 传出阵阵如神灵的咆哮之音 久离久守 若隐若现间 幻化在这身影四周 透着雾气 凝望大地 大地上 所有颜月本族之修 这一刻血脉波动更为强烈 无论什么修为 只要是本族之修 就无法去控制这种 来自血脉深处的牵引 而其内有老一辈的颜月强者 在这新神波澜里 看到那九首的模样 纷纷一愣 借着内心一阵 本能地露出无法置信的神情 那是 这 颜月附属族群中 一样也有人在看到雾气里的九首后 神色变化 生起无数猜测的同时 一个让他们不敢相信的答案 映入脑海 而不等这个答案被他们各自证实 漩涡再次轰鸣 其内的雾气猛地向外扩散 笼罩八方之后 里面的九首也瞬间冲出了漩涡 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囚牛 牙字 潮风 葡劳 酸泥 坝夏 碧岸 腹系 施吻 九首游走 咆哮之声 滔天而起 九离 在被隔绝了无数岁月之后 终再次现世 祖屋的气息 悬天大屋的血脉 形成的源头之感 直接到了巅峰 一时之间 所有颜月本族修饰 他们的灵魂阵战 他们的血脉爆发 来自他们血脉深处的牵引 来自他们族群的感知 使得所有颜月本族 纷纷本能地向着九首 低头膜拜 至于那些附属族群 虽没有这种血脉牵引 可都被这一幕骇然 内心的猜测 也直接成为了现实 那种匪夷所思之感 也无限地爆发 随之而来的是九离的传说 以及四周颜月本族的膜拜 使得他们这极度的震撼里 也都选择了低头 这一刻 无论什么修为 无论什么身份 都在低头 也正是此时 漩涡内的身影 走出了漩涡 站在苍穹的一刻 在这八方的膜拜里 其模样 彻底地显露出来 长发如岁月之河 在背后飘散 双目若星空之灵 包含无数星辰 相貌似生命之巅 引起血脉惊天 正是许青 出现的瞬间 九离九首 嚎啸之声越发宏大 在这游走中之奔许青而来 环绕在其四周 形成了九个血肉灯笼 感受九首与自己之间的同源之连 许青没有去望向大地 而是回头看向自己身后的漩涡 此刻随着她的走出 这漩涡正在消散 而透过这个漩涡 许青能感应到山海大狱 感应里面的一头头凶兽 这让她内心生起一个想法 若我在外界 全力爆发九离气息 能否对山海大狱形成召唤 许青若有所思 但显然在颜月玄天族内这么做 后果也极为严重 于是她将这个念头 埋在了心底 而此刻 在外人的目中 苍穹色变 虚无模糊 唯有许青的身影以及那九个灯笼清晰 散出浩瀚之威 言玄子那里 内心轰鸣 呼吸急促 她不想低头 可来自血脉的牵引 使得她这里 额头清精鼓洗 只能低头 天地 在此时相对安静了 唯有无声的雷鸣 在所有膜拜之修的心中炸裂开来 而震动的 不仅是此地之修 这一刻 随着九离气息的扩散 颜月玄天族内 所有本族族人 无论身在何方 其血脉都在剧烈翻腾 于是 在这神山之外 在许青走出的一瞬 在八方膜拜的一刻 三到七世滔天的虚幻之影 同一时间 降临此地 那是三座无比辉鸿的大帐 每一座 都如一对城池 其一散出惊天之言 蕴含太阳之力 被一片火海环绕 透过火海 能看到身处如宫殿般的金色大帐 其二被月光弥漫 散出冰寒气息 那月灰如沙 神秘莫测 使一切都处于朦胧之中 而在这朦胧的深处 是一座如月宫的大帐 至于第三座 则是星光璀璨 群星闪耀 其所在虚无 好似被生生化作了星空 在这星空的尽头 无数星光汇聚成了一座宫殿 这三座宫殿 正是炎月玄天族内 神灵之下如帝王一般的三位司权所在大帐 也是炎月玄天族中 黄权的巅峰 他们分别是日炎神下天云司权 月炎神下银溪司权 星炎神下陈灵司权 出现的一刻 四周八方 本就膜拜的族人以及附属族群 一个个更为低头 虽落下的只是投影 可三座司权大帐同时出现之事 除非是圣典 否则极为罕见 而此刻 这三座大帐投影 一同降临 更是在形成的一瞬 三道恐怖的目光 从各自的大帐内 穿透虚无汇聚在了许清身上 带着审视 许清抬头 望向神山 他明白自己获得久离之事 外界或许并不知晓 可三神一定了解 但从始至终 三神都没有干预 即便是自己此刻走出 也是这般 再加上九离弟弟的格局 这使得许清更为确定心底的判断 三神 默许九离现世 甚至一定程度上 或许也希望有人可以将九离带出 尽管不知小原因 但接下来 三座司权大帐的举动 越发让许清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首先出现变化的 是心炎神下陈灵思权大帐 其外星光波动 其内星风散出的目光 从陈氏变得深邃 平静之声 回荡天地 九离 无言越玄天之圣 刺杖下星灰袍 这声音溢出 一件弥漫星光的长袍 从陈灵大帐所在的投影内飘散出来 落在了许清面前 此袍精美至极 飘在半空 如同是星空之窗 可见无数星辰在内闪耀 大帝所有修士 无论本族还是附属族群 一个个都升起众多思绪 陈灵仗下星灰袍 其象征意义极大 穿戴此袍者 具备随时面见陈灵思权的资格 且严越玄天族至今为止 被私于此袍者 数量不多 每一个 都是立下大功之辈 许清拱手一败 他明白自身的实力 也明白严越玄天族的恐怖 所以自然不会因酒离而变得狂妄 紧接着 在星炎陈灵思权之后 月言神夏迎熙思权大帐中 也传出了清冷之声 次迎熙月灵牌 随着声音的传来 一块灰色的灵牌 从迎熙大帐内飞出 他的出现 引动了月光 形成了神秘之意 而其猜测 也的确是具备神秘之感 那是一个骨牌 出现的一刻 人群里的二牛 眼睛忽然睁大 呆呆地看着那个骨牌 呼吸微微急促了一些 许清拱手 再次一败 随后 日言神夏云天大帐 其内火焰生腾 向外散开 分出几缕 汇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把短剑 此剑光芒耀眼刺目 流淌火焰 漂浮在了许清的面前 接着 如红钟之声 从那云天大帐内 回荡天地 似云天扬颜剑 一炮 一牌 一剑 每一样 象征意义都是巨大 如今一同出现 代表的含义 已经不言而喻 至于这第二环节的第一 也无需去排列了 无论是九离的出现 还是三位思拳的举动 都已说明一切 此刻 这三座思拳大帐的投影 也渐渐模糊 最终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而神山 终在这一刻 传来神灵之声 七天后 大狩猎最终环节开启 声音回荡 苍穹漩涡消散 大狩猎第二环节 彻底结束 同一时间 在这炎月玄天族内 一处苍穹之上 随着虚无的波动 一片浩瀚的悬空城池 从远处慢慢显露 其内城池不下上万 每一座都闪耀星光 如同一颗颗星辰 其内存在数不清的生灵 散发出恐怖的波动 更有一些 仅仅是气息 就可让天地失色 设人心神 而被这群星环绕的 是一座由星光组成的大帐 正是星炎神 夏晨灵思拳之帐 此刻 在这大帐内 盘袭一道浩瀚身影 其双目慢慢开合 遥望神山方向 南南低雨 九离中现世 三神对此存在墨许 此子身上 牵连了大因果 第八百八十章 无主的神谕 神山圣城之外 随着神灵之音的散去 传颂漩涡也于天目模糊 直至不见 四周被传颂回来的颜月修士 一个个思绪起伏 望向许清 下方来自三城的观望者 也都如此 看向许清的目光里 带着惊疑 带着复杂 可与当初许清获得第一环节首席时不一样 这一次 没有了那么多的挑衅 能收复九离 能被三位思权赐悟 这一切已经说明了许清的资格 尤其是血脉的波动 以及冥冥中的镇压之改 让他们本能地忽略了许清人族的身份 于是 在这众人的复杂中 许清脉步 从天而落 向着圣城走去 西天的时间 要好好修养一下 接下来的神域狩猎 才是这场炎月旋天大狩猎的重点 许清心底思绪 至于队长那里 他能感应到对方所在 知晓一切无碍 所以没去相认 但就在他要离去的一刻 其背后传来阴冷之声 等一下 这声音带着言出法随之意 传出的一刻 虚无立刻起了波纹 四周的规则与法则 也都被影响 给人一种似乎虚无变的粘稠之感 仿佛在这环境里 强行移动 会引来八方浩劫铃声 许清一起眼 转头冷冷望向身后 说话之人 是阎玄子 血脉的牵引 虽让阎玄子很是不是 可内心的压抑与愤怒 成为了新的力量 冲散了一切 此刻开口之后 他的目光与许清碰触到了一起 只是一眼 二人之间虚无出现坍塌之意 更有炸裂之音回荡 其内规则法则崩溃 可却化作丝线 蕴含严玄子的意志 游走许清四周 许清身边挥舞翻腾 透出威压 久离久守目露幽芒 蓄势待发 许清一起双眼 这严玄子给他的感觉 超出及冬子太多 严玄子也是目光一缩 他已然确定 对方不是自己要找之人 自己寻找的那位 行是以鬼寒为主 而眼前许清 则是明显行杀戮之道 于是他收回目光 弥漫阴冷凶意的神念 猛地散开 笼罩此地其他传颂归来之修 你们也都止步 这些回归了修士 一个个神色有所变化 严玄子的身份高贵 在严玄玄天族这一代里 是巅峰的存在 所以他的神念 虽不如许清那样可以引起血脉波动 但也具备强悍的振折力 唯有许清 不再理会 迈步前行 走向圣城 对于许清的离开 严玄子梅去在意 他此刻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其他回归者身上 他很确定 那个该死的千刀万寡之修 必定隐藏在内 于是一一查看 可直至最后 也还是一无所获 除非他能杀戮所有 否则找不到 于是他内心的烦躁以及杀意 更为强烈 面色也都阴沉到了极致 但显然在这里杀戮 无现实 所以严玄子压下内心的杀意 转身一晃 离开此地 而在他离去之后 那些传颂归来的炎月修士 也都各自惊疑 飞速散去 有的与家族汇聚 有的飞入本族修士之内 可随着这些经历了山海大域的修士回归族群 关于许青在山海大域的事情 也立刻就传出 即冬子 被许青斩杀 此事如风暴 引起炎月玄天修士心中波澜 即便是那些老一辈的强者 也都若有所思 可这一切 许青没去关注 此刻的他在城池内向居所前行 脑海浮现之前所了解的关于神域狩猎的信息 三神撕裂神域 让炎月修士闯入 狩猎神域生灵 从表面去看 此事是三神对炎月修士的魔力 可经历了山海大域之事 知晓了真正的历史之后 三神 撕裂神域的真正目的 又是什么 在这思绪中 许青忽然脚步一顿 转头看向身后 其后方有一道身影 正呼啸而来 瞬间临近 在树杖外停顿 正是天墨子 恭喜许道友 即将成就我炎月一族大悬天之位 天墨子表情带着虔诚 目光运着火热 声音很是激昂 说完 还向着许青这里功身一拜 何事 对于天墨子的那些言辞 许青直接忽略 平静开口 天墨子眨了眨眼 许青的态度虽冷淡 可这不影响他的热情 尤其是想到许青在山海大域的一幕幕后 天墨子更加确定要与其交好的念头 于是他连忙开口 许兄 我炎月璇天大狩猎的第三环节 是神域狩猎 虽然以许兄的人脉以及资源 已经知晓了很多神域狩猎之事 但我方才看见炎 玄子那各自大狂出言不逊 担心他在神域狩猎 对许兄心存乐意 所以 我这里有些关于神域的消息 或许能对许兄在神域有所帮助 防止被炎玄子那个卑鄙小人算计 许青神色有些古怪 他对天墨子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对方口中称呼旁人时 每一次称呼都不一样 什么王八蛋 衰鬼 恶毒禽兽 两条狗 如今又多了自大狂 卑鄙小人 说说看 许青淡淡开口 向前走去 眼看许青愿意听自己去说 天墨子顿时感觉心神一阵 快走几步到了许青身边 低声开口 许哥 不管外人如何传言 可实际上我颜月璇天古往今来 历史记录的开启神域 只有三次 每一次 都是同样的一座神域 只不过撕裂的位置不一样 又因神域太大 所以外人大都不知晓此事 还以为是不同神域 许青眼镜一鸣 同一座神域 天墨子立刻点头 没错 且这座神域 不在旺古大陆的历史记录之中 也就是说 它不是后天形成 而是 先天存在 许青心神一动 这个消息 很重要 也是他之前没有预料到的 所以这一次开启的 应该也还是这座神域 天墨子低声开口 虽不知晓此次撕裂的位置在哪里 不过根据之前的记录 其内存在的生灵 已被划分了层次 说着天墨子拿出一枚预解 具体的层次以及形态 都在这里 另外 前几次的顺利 也是因一个重要的条件 那就是 此神域内 无主神 许青脚步一顿 神域内 一般来说 都存在了主神灵 可这一处神域内 没有 我所在的家族 曾分析过此事 这应该也是为何大狩猎 每次次都选择此神域的原因 另外 这里面可能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目的 天墨子目光望向神山 立刻收回 看向许青 许青点头 知晓对方之意 真相如何 不是我们可以分析的 但狩猎本身对我们而言 虽危险重重 可好处也是惊人 神域内的一切生灵 都是宝物 魂可恋成天道 是能滋养血肉以及修为 但也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猎杀神域生灵 会形成诅咒之印 杀的越多 杀的层次越高 这诅咒之印就越是深刻 不过 神域无主 所以这印记再深 也没什么大事 同时 在这环节里 抉择第一的标准 也正是看此印记的深浅 许青点了点头 关于猎杀神域生灵 会形成印记之事 他虽没亲自经历过 但间接感受过 当初在迎黄州的太初黎幽柱上 他首次感应到赤母的本源 就是从其上的一道印记中获取 那印记 也正是被鬼帝所杀的神域生灵所化 还有吗 许青问了一句 看到许青主动开口 天莫子振奋 于是将自己所知晓的 全部说出 就这样 当二人一路来到许青的居所时 许青这里对于神域 有了更多的了解 最终天莫子退后几步 向着许青抱拳一拜 许大哥 小弟祝你在神域内 旗开得胜 顺利拿下首席 称我炎月大玄天 在神域内 还请许大哥留意那些豺狼之辈 他们无比恶毒 心怀歹念 尤其誓言玄子那个傻逼 所以如有差遣 大哥你届时直接吩咐 我天莫子一定完成 说完 天莫子拱手 这才离去 目送天莫子 许青脑海浮现对方一路所告知的信息 陈寅中走入居所 踏入的一刻 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站在乌射窗旁的首席背影 许青眨了眨眼 知道队长要开始表演了 于是坐在一旁 拿出一个苹果 一边吃一边默默等待 没等多久 一声长长的叹息 带着唏嘘 带着沧桑 带着萧瑟 回荡在居所内 小师弟 你可知 这一次大师兄有多么的苦 我 没等队长说完 许青抬手 将月言思权所给的骨牌 扔了过去 知道了 大师兄你是想要这个 给你了 队长本能转身一把接住 看着许青 有些尴尬 心底准备好的卖惨说辞 此刻说不出来了 但考虑到自己的地位 他脸上露出神神秘秘的表情 低声开口 小阿青 师兄不白拿你东西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怎么样 关于言玄子的 第881章小燕子 穿花衣 许青文言 看了队长一眼 之前在神山外 他自然感受到了队长的遮遮掩掩掩 再加上严玄子后来带着杀意的探寻 以及山海大域内山痴密林里的信息 这一切 全部对应上了 大师兄这里 一定是与严玄子之间 发生了什么激烈的矛盾 且明显吃亏的一方是严玄子 虽然严玄子修为堪比运神 很是恐怖 可在许青的心里 似乎没什么事情是队长所不能解决的 至于严玄子的秘密 许青兴趣不大 但看在大师兄这里兴致勃勃的份上 许青点了点头 配合地回了一句 什么秘密 队长眼睛冒光 舔了舔嘴唇 蹲在许青的面前 本能地四下看了看 悄悄开口 小师弟 那严玄子 是个极品 许青不解 他还是第一次从大师兄口中 听到对人用极品来描述 尤其是大师兄舔嘴唇的动作 耐人寻味 看到许青的神情 队长的轻术欲一下子高涨 冲着许青黑黑一笑 一副很是猥琐的模样 我和你说小阿青 严玄子那家伙 根据我前几十的经历与认知 他在一些有特殊癖好的修饰眼中 那可是堪比瑰宝一般的存在啊 此人可攻可授 净配自如 变化万千 防不胜防 说着 队长还扎了扎嘴 给人一种蝉咸欲滴之感 再次注意到队长的表情 许青这一次是真的愣了一下 目中生起疑惑 他从小到大 虽经历了很多事情 可归根结底 在某些方面 还是稚嫩的 所以此刻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于是脑海浮现沿玄子的身影 回忆之前对质时对方的气息 去寻找特殊之处 注意到许青的疑惑 队长眨了眨眼 心底觉得好玩 更有傲然 按道小师弟现在这个样子 才是最单纯的时候 而自己身为大师兄 不能让小师弟这里在认知层面有薄弱之处 于是他拍了拍许青的肩膀 语重心长 以长辈的语气开口 小师弟 你见识还是太少了 罢了罢了 我直接告诉你好了 那言玄子 队长话语一顿 可男可女 奇妙无比 说着 队长又舔了舔嘴唇 而他的话语 落入许青的耳中 如同惊雷 许青眼睛睁大 虽说望古大陆各种光怪陆离之事 数不生数 性别转变也并非什么太过出奇之事 可让许青内心波澜的 是队长从头到尾说这番话的神情 以及描述的词语 这无法不让许青产生了一些联想 随后迟疑了一下开口 大师兄 你 是怎么发现的 队长文言 下巴抬起 摆出蔑石之意 那小燕子 不知天高地后 居然敢抢在我的前面 去镇压我的山痴 被我察觉后 还让我滚 那神情 那语气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队长冷哼 于是呢 我就听了他的要求 滚了出去 但我越想越气啊 所以我就趁着他镇压山痴的时候 将我制造的全部神灵律令都用了出来 把他镇压的那个山痴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什么的 都给引来了 结果嘛 嘿嘿 那小燕子凄惨无比 他虽修为战力不俗 可堪比运神 但被这么多山痴围攻 他也不好受 于是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队长搓了搓手 很是兴奋 不等许清回应 自行开口 我看到他在危机关头 居然展开了一道极为恐怖的神通之法 某种程度 这已经不是神通了 而是神术 且还是那种威力惊人的神术 如同神浅 许清双目一鸣 队长那里越说越是眉飞色舞 可此术 存在了副作用 但对小燕子来说 或许也不是什么副作用 总之 展开此术之后 有那么一小段时间 他性别会转换 我和你说小阿清 我亲眼看见他每次展开 都会变成女的 一会是男 一会是女 一会又是男 可好玩了 望着队长兴奋的模样 许清神色变得古怪 队长此刻没去在意许清 他整个人已经处于激动的情绪之内 继续开口 而每次副作用出现 其性别转换的时候 他的身边都有形成一个珠子 环绕身体 吸收其体内的转换气息 使他神术副作用消散 从女变回男 我一看就明白 那是他的本命之珠 至关重要 而你也知道 你大师兄我为人善良 乐于助人 大公无私 我最看不得别人难过了 所以我怎么能忍心 见他转换的这么折腾 毕竟男女转换 关乎体内经脉 以及体外特征的众多改变 想一想 就很痛苦 于是呢 我趁着他变成你的时 过去把那个珠子 抢走了 这样一来 他就便不回去了 也算是解脱了 说着 队长抬起手 一个红色的珠子 从他掌心内漂浮出来 散出夺目之芒的同时 又被蓝色的光照遮盖 使其波动无法外散 怎么样 队长得意地望向许清 所以 你别看之前那小燕子 外表没什么变化 可实际上 里面可是个妹子 她啊 便不回去了 我临走的时候 还好心地给她留了一件 幽精的花肚兜 许清震惊 呆呆地看着队长 想起了之前 沿选子寻找对方时的 那种至极的愤怒 以及咬牙切齿的杀意 此刻彻底明白了原由 难怪了 许清叹了口气 队长哈哈一笑 手掌握住 将珠子收走 站起身伸了个懒腰 心满意足 她觉得自己这一次山海大狱 很是精彩 收获也是满满 不过想到许清的酒离 她犹豫了一下 最后实在是没忍住好奇 问了起来 许清如实告知 听到许清说了过程后 队长眼睛一样睁大 愣在那里扮傻 随后狠狠一跺脚 燕子误我啊 这种事应该我也加入进去才对啊 亏大了 许清没说话 队长长叹一声 重新蹲下 神情浮现思索之意 半晌后也不知她如何自我的安慰的 竟眼睛一亮 喃喃低语 虽错过了这个机缘 不过这件事也印证我曾经的一个猜测 对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说完 队长望着许清 眼睛里炯炯有神 晕着疯狂 小师弟 这一次的神域开启 我原本对于要干的大事 只有一成把握 但现在 听你这么说完后 我的把握更大了 这一次 师兄带你干一件 超出我们之前所有的超级大事 许清顿时警惕 干大事这三个字 本就是让他重点留意的字眼 因为每一次队长这么说 都代表了无限接近死亡 且疯狂的程度 也是一次比一次惊人 追溯起来 从曾经的居鹰血肉 海狮族雕像 到取幽金宝一 天道儿子 青沙大漠主宰之地 图神赤母 越来越夸张 现在 队长居然说出超级二字 许清的警惕程度 也瞬间到了巅峰 望着队长 不由得叹了口气 大师兄 我们 不要去做死了 队长神秘一笑 放心 这件事我已经筹划了很久很久 又由你的佐证来验证了我的猜测 这一次 绝对安全 队长用力拍了拍胸口 听到队长这么说 许清的全身汗毛都竖起 心神也在翻腾 他有种预感 这一次队长可能真的是要干一件前所未有的恐怖之事 他刚要说些什么 队长那里身体一晃 消失在了居所 其余音回荡在许清耳边 小师弟莫及 我先出去一下 为我们的大事做最后的准备 巫室内 许清沉默 半晌后他目中露出果断 按照他对队长的了解 以及此刻内心升起的一些预感 他决定这一次进入神域后 目标只是搜集天道以及获得印记 至于队长的大事 他绝对不去参与 毕竟玩命这个爱好 许清觉得自己没有 想到这里 他身吸口气 闭目打坐 酝养自己的第五屋藏 使自身保持巅峰状态的同时 也加大了对第五屋藏内95块神牌的吸收 就这样 时间流逝 六天过去 时辰将至 在距离大狩猎神域开启还有一炷香 许清起身就要离开居所时 队长归来了 他回来的第一时间 不等许清开口就先取出了一个瓶子 然后身体碰了一声 在许清面前崩溃 化作一条条蓝色的蠕虫 钻入瓶子内 小师弟把我放入储物袋 然后我们出发了 几乎在队长的声音从瓶子内转出的瞬间 一股惊天的波动 从神山散出 海山倒海横扫八方 轰隆隆的声响里 三道恐怖的神念 以覆盖此地大狱 神灵的气息 笼罩一切 所有低于神灵的生命 都在这一瞬深神俱阵时 冷漠的神音 回荡天地 神域将开 众子出裂 许清一把拿住队长所在的瓶子 收入除雾袋后 他身体一晃 消失在了乌射 出现在半空的一刻 他看到了远处神山之上 屹立的三道惊天洞地的浩瀚身影 日言 月言 心言 三神奇出